夜晚的街道上 阿爾及利亞的民眾 宰歌宰舞非常熱鬧 都是為了慶祝這幾天抗議 終於讓現任總統 鮑特弗里卡宣布 放棄角逐第五次連任的機會 鮑特弗里卡還透過當地媒體宣布 要改組內閣 由內政部長貝都伊 接替請子的總理歐亞西亞上任 今年底就召開全國政治和憲法改革大會 回應民眾的急切需求 與阿爾及利亞有歷史淵源的法國 也表示支持鮑特弗里卡的決定 雖然法國只是遠遠觀望最近阿爾及利亞的情勢 避免被貼上干涉標籤 但專家分析法國密切關注阿爾及利亞的豐富能源 還是可能改變局勢 原定4月中的總統大選也因此延後 確切日期等到年底大會才會討論 但民眾擔心選舉延期會成為鮑特弗里卡 為了繼續控制政權的手段 一直期盼的改善經濟和打擊貪腐 恐怕也不會這麼快實現 大愛新聞 沈宇璇編譯 長坡最新鮮的